現在我們來看看怎麼樣在OneNote裡面做訂閱跟建立知識的動作 那我們剛才有特別講過就是知識就等於是OneNote裡面所有的來源 所有你的教材的來源 所以你可以選擇是自己做 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是就是訂閱別人的 那您進到這個知識裡面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左手邊這裡有沒有一個建立 我們先看看建立的部分 點一下你就把你的知識內容打完之後 請你記得打完按鍵檔等等 比如說我們這裡 好真的有沒有就有一個跑出來的 那您可以自行選擇就是在右手邊這邊 它會有一個你專屬的一個圖 如果不喜歡就可以選擇一個 從裡面挑或者是自行上傳 自行上傳 OK 那您進來之後呢 這邊有分成所謂的主題 跟所謂的那個叫做單元 好主題跟單元 我先給您看我的 您可能就比較清楚 您進來之後 比如說我進到 好這邊 知識 來你看我昨天去朝陽的 這裡 有沒有發現 我們講的所謂的主題 就有點類似資料夾的概念 它裡面 資料夾是沒有內容 內容是有所謂的單元 有沒有 好 所以 等於主題就是一個資料夾分類的概念而已 那您可以像這樣把它分類 好 先把分類 至少要建一個分類 建一個分類 然後把它放進來 那在分類裡面再來新增所謂的單元 好 新增所謂的單元 這樣子 那按鈴如果有順序錯了 就可以從這邊這樣直接調整 直接調整 好 所以 大致上的使用方式 像這樣 那你可能 你看到我回到這邊來 我新增一個分類 好 儲存 這樣是不是就有一個了 好 那你 就可以從這邊新增單元 所以 老師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剛測驗裡面 有投票 有練習 製作在這裡 好 你可以當作是教材的一個類型 也可以當作是什麼 就是 測驗的類型 好 讓我們塗鴉的 甚至 在大學裡面可能比較常會用到什麼 問答的 反正現在學生也不太想答 哈哈 對 他們老是比較少要問答 哈哈 然後 盡量 簡化這樣子 簡化讓他可以比較直覺式的 現在不太能夠 繞太多彎 好 那 一般呢 老師的教材還有可能還是哪裡 有沒有 來自影片的 對不對 來自哪裡 來自別人的網頁 那如果你是 我們先撇開後面這些比較屬於測驗類型的 好 教材的類型 是不是主要是這些 那如果要你一個一個打 你覺得你喜歡嗎 是一種方法之一 一種方法之一 但是如果說有比較快的收集方式 就是我們想 如果想用別的方法 好 那 這裡呢 我就跟哥介紹一下 先介紹一下下面這邊 好 當然您建立了之後 你可以看一下 你把 不管你在哪個頁位往下走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 OneNote有一個叫做擴充工具 那 我們主要會用 它有兩個 一個是Google的 瀏覽器的 好 那另外 Sugger就是 Mac的 好 Mac的 所以如果你有的人是用 蘋果電腦的 也可以用 那麼您可以把這個 安裝起來 因為 透過這個方式來整理 你會發現說 快很多 快很多 好 你看我就進來之後 跳到Google Chrome 好 新增 那麼 待會兒呢 在右手邊這邊 會多出一個 有沒有 老師會有 所以呢 這個方法 有一個好處 平常老師有沒有在用我的最愛 那你有沒有愛到很多 呵呵呵 因為每個都愛啊 呵呵 加到後面都裡面有整理好 吃上到最後 我的最愛就是每個都不愛 因為最後的事物步驟比較快 呵呵 應該是這樣嘛 沒錯 所以 現在呢 透過這個擴充元件有個好處 比如說 欸 我 假設 進到 嗯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 如果你想要找OneNote相關的資訊 好 那我不要找 直接網站了 我直接找這個 欸 有人有介紹 有沒有 這有youtube的對不對 有介紹 那我就可以 找到他之後 從這邊把它加到哪裡 瑞士OneNote 那OneNote是一個 好 這裡 有沒有 我就從這邊一點 我加我現在選到的這個分頁 當然如果老師都已經看過好幾個 我可以一次全部加進來 你可以自己選 唉 是比較快一點 等於說我 也是在好像在整理書籤嘛 可是我整理的時候就直接加到資訊啦 隨時就可以飲用了 所以這個你看我把它點一下 好 有沒有發現我這裡面很多 對不對 我們家知識比較多 各位 就是我有做很多分類 所以我今天如果是放在我們這個裡面的 我的第一個主題 我就按儲存 那這裡 我讓他可以預覽 好 我按儲存 好 我來看一下我們的知識裡面有沒有出現 在這邊 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好 好 有沒有進來了 對不對 那你這裡點一下 這樣是不是就看到了 對不對 他是影片題嘛 好 影片題那這樣 他就進來了 就進來了 所以有沒有比較快一點點 所以等到你想要的時候 我就可以隨時移弄他 好 比較不用說 就是 你加到我這樣 然後自己還是怎樣 把那網址摳一下 內容摳一下 再貼到 貼到你的裡面去 所以您可以看到我這邊知識 我總共有24個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嘛 上課除了煮菜以外 也可以做一些小菜 開胃也好 所以呢 我會找一些所謂的 免費軟體的 客人相關的 還有一些素材的 然後甚至還有嘗試題有沒有 剛剛我們就考過嘗試題嘛 嘗試 有嘗試還很重要嘛 有知識還要嘗試啊 對不對齁 所以我會像這樣去 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那麼 你整理的越多 其實對我們來講 就等於說 我隨時上課 我要上什麼 就拉一拉就好了 我不用上課 潛在 喔我今天要上什麼 現在來準備 因為老師費課 就算你都上一樣的 每一班上的進度 也都會不同嘛 因為會不同班級 會有不同的一個感覺啦 那所以可能 欸我講到這個 我就順便要把什麼加進來 那透過這個方式 有沒有發現 完全整理的東西 好像還蠻快的 就算你不拿來 當作是一個 就是 教育的工具 當作自己整理知識的工具 也是不錯嘛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就讓老師來試看看 好不好 你按建議 記得知識檔案 叫按人家 那有一個前提 就是 一定要 先有主題 先有主題 那麼 順便跟老師 介紹一下 我們剛剛那個 如果您進到那個YouTube 我們剛剛這個是還好 你如果是像這個 比如說留言追追追 好 這是小朋友看的 欸這個廣告沒辦法 你如果像這個 當我們 加入的時候 其實留言追追追 有些影片不是會有做說明嗎 對不對 可以從這邊 你看當有加進來的時候 他會自動把說明加在這邊 如果有的話 他會自動加在這邊 這樣是比較方便 你也不用再copy了吧 好 那這個 這種的是 針對所謂的那個 影片體的部分 可以這樣加進來 那影片體呢 您如果加進來之後 想要出題目 您可以順便看一下 這裡 反正我都加進來了嘛 假設這樣存起來 好 我回到這邊 還是重新整理一下 就看到了 好 兩個人 那 你要出題目 你先 從這邊有沒有 新增題目 你就可以選擇 到底你的 題目是在影片的什麼時間 要出現 然後呢 你的題目 跟解答 如果你是有選項的 就從這邊加進來 就這樣 不是只能有一題喔 看你要幾題喔 有一種不同的時間 有好幾個嘛 您可以自己選擇 好不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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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嗎